如果要评选一支最令人惋惜的球队 18年凯尔特人必定榜上有名 拥有欧文、海沃德、霍福德三大球星压阵 轮换阵容还有年轻的双炭花、斯马特、罗切尔、贝恩斯一众好手 然而17-18赛季刚刚开打 海沃德就在揭幕站遭遇颈骨骨折赛季报销 常规赛末期欧文又因为膝盖手术宣布季后赛报销 失去两大球星的凯尔特人反而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 首轮4-3淘汰雄鹿,顶替欧文的罗切尔成为骑兵 场均17.6分加冕孔布特里 次轮4-1淘汰费城 菜鸟塔图姆场均23分一战成名 从此成为费城的梦魇 冬爵跟骑士敖战7场遗憾败贝 距离掀翻詹姆斯的统治仅一步直摇 看到了年轻人的成长 休赛期凯尔特人没有被阵容做大调整 唯一的补强就是选修大会 用27号签选中罗伯特·威廉伍斯 又一次在首轮末挖到了宝 这年除了27号签 绿军还有七六人的首轮签 来自上一年状元换炭花的交易 七六人给这个首轮签加了顺位保护 只有落在2-5顺位之间才属于凯尔特人 其他顺位还归费城 于是这年抽签大会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绿军和七六人的高管坐到了一起 同抽一个选秀权 最终该选秀权落在第10顺位 不在2-5之间被费城保住 给凯尔特人的回报顺延到了下一年 2019年 商与付出的海沃德秀技斑斑 场均11.5分为新秀赛季之后的最低 他的合同还剩三年近一个亿 锁死了绿军的心金空间 于是当费城给霍夫德开出4年1.09亿时 凯尔特人无力匹配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队 雪上加霜的是 欧文跟年轻人相处的也不太融洽 当初欧文离开骑士 是不想被詹姆斯掌控 自己当老大 结果发现绿军的年轻人 领袖也能进冬决 反而在他复出后 18-19赛季只取得49胜 次轮就被雄鹿淘汰 此时的欧文才意识到 领袖没那么好当 于是在19年夏天转头拦网 因为是自由身签约 什么都没给绿军留下 当初换他的筹码全都打了水漂 而曾经给绿军送温暖的拦网 此时也终于尝到了复仇的快感 为了弥补欧文的离开 凯尔特人用罗切尔跟黄蜂先签后换 得到肯巴沃克 然后四年1.4亿跟他续约 这份大合同也为之后的尴尬埋下了伏笔 19年选修大会 凯尔特人有三个手轮签在手 第一个就是七六人的手轮 状元换探花的后续 因为上一年触发保护条件 两队管理层时隔一年再次做到一起 通过抽签决定该选修权的归属 这年的保护条件是状元保护 只有抽到状元签才归七六人 最终抽到14号签 凯尔特人如愿得到这个选修权 用他选中蓝福德 可惜此人没有发展起来 后来变成了交易怀特的天头 第二个手轮签来自16年的一笔交易 当年凯尔特人用16年的31号签 加35号签 从灰熊换来一个19年手轮签 两个次轮签分别选中 德阳泰戴维斯和扎格拉茨 两张谢谢会顾 换来的19年手轮则兑现为20顺位 凯尔特人用他选中赛布尔之后 交易到七六人 换来24号签和33号签 33号签选了卡森爱德华兹 24号签搭上贝恩斯送给了太阳 换回一个20年手轮签 第三个手轮签是凯尔特人自己的22号签 用他选中了格兰特威廉姆斯 绿军当时内卷严重 一年选近三个手轮秀确实培养不过来 把其中一个变成未来资产 想法可以理解 但把多次为球队降薪的贝恩斯也搭了进去 送去的还是于南时期的太阳队 这个做法就很安吉 凯尔特人这年还有个次轮签 第51顺位选中了后来在世界杯大放异彩的水哥沃特斯 整体算下来 19年休赛期 凯尔特人损失了欧文 霍福德 贝恩斯 罗奇尔 四元大将 古近肯巴沃克和几名新秀 对阵容做了一次大换血 19-20赛季 肯巴沃克场均20加4 入选全明星首发 再加上双碳花持续成长 凯尔特人再次打进东部决赛 可惜输给了热火 这年欧文因为伤病 只为蓝王打了20场比赛 绿军球迷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嘲讽的机会 肯巴沃克大约欧文 成为了当赛季 TD北岸花园球馆的保留节目 这年凯尔特人依然有三个手轮签 第一个是当年用杰弗格林 从灰熊换来的选秀权 用这个14号签选中了内史密斯 此人是后来交易布罗戈登的筹码 第二个是凯尔特人自己的手轮签 用这个26号签选中了鸭王普里查德 第三个是上一年用贝恩斯从太阳换来的手轮签 凯尔特人用这个30号签选中贝恩之后 送去灰熊换了两个次轮签 贝恩当时是大四参选的大龄新秀 又是身高196 必战193的霸王龙 再加上没打封三 滴顺位buff基本叠满 精灵如安吉也没看到他的潜力 只能说灰熊有眼光 19-20赛季结束后 海沃德跳出最后一年合同 四年1.2亿去了黄蜂 凯尔特人的薪资空间 终于得到释放 结果肯巴沃克又轮为垃圾合同 继续添堵 20年休赛期 肯巴沃克为了处理反复发作的膝伤 做了膝盖手术 之后状态便遗落千丈 正所谓冤家路窄 21年期后赛首轮 刚好是绿军打完网 肯巴对位欧文 交出了场均12.7分 31%投篮命中率的惨淡表现 当绿军被篮网绅士横扫 欧文践踏着这块 曾被球队民宿亲吻过的地板时 也意味着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当时肯巴沃克的合同 还涉两年7000多万 为了送走他 凯尔特人搭上了21年的首轮签 从雷霆换回霍福德 摩西布朗 该首轮签最终变成了16顺位的身经 尽管代价不小 但总算清理掉垃圾合同 带回霍福德 也意味着防守体系的重铸 摩西布朗同样有价值 后来从独行侠换回理查德森 总体来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吃损方案 这年过后安吉跳槽去了爵士 自03年安吉执掌凯尔特人以来 18年间凯尔特人15次打进季后赛 7次打进东部决赛 两次总决赛 一次夺冠 留下经典交易无数 尽管处理球员有时显得无情 但总能给球队带来足够的回报 没有哪个老板会不喜欢这样的经历人 作为安吉的继任者 史蒂文斯在这方面也是无缝衔接 22年用理查德森 蓝福德 22年首轮签 28年首轮护换权 从马次换来德里克怀特 用泰斯 内史密斯等人 加23年首轮签 从步行者换来布罗戈登 23年送走司马特 换回波神和两个首轮签 钢子是比双炭花 进队更早的元老 安吉都没想过动他 之后又用布罗戈登 罗威 勇士的24年首轮签 和自己的29年首轮签 从开拓者换来霍勒迪 史蒂文斯上任三年 凯尔特人的阵容再次获得了升级 跟大多数球队相比 他们武装到了牙齿 各种类型的球员应有尽有 前不久联盟做了一项调研 如果拿掉本队前二的球星 哪只球队最有可能夺冠 几乎所有经理人和媒体 都把票投给了凯尔特人 这即使对他们阵容深度的认可 也是对土土和牛爷爷的一种鞭策 然后再次获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